現在為了讓臺灣擺脫行人地獄 這個臭名 公路總局說接下來考照會變得更難 而且不管是考機車駕照 還是汽車駕照 難度都會提高 在機車比試的部分 會增加各種主題 而且路況增加的難度 還說這不是一兩天 你看了題目就會的 甚至如果你沒有答對 分數太低的話 還要先看影片 達標了才能預約下一次的考照 那至於在汽車駕照的部分 現在也會增加新的路線 所以也要提醒大家考照要留意 難度提高了